从更高的智慧上来看这些大智慧者的教育 他是站在一个高度上 不是什么愿意相报 你打一发让我也要打你一发让 两个夫妻两个在家里哔啦哔啦就站起来了 这个愿愁越紧越深 下边的还要来找你做夫妻再打 然后还一发没了 这个故事大家要记住 为什么要和大院必有缘 精英宵夜是我们玄学中一个很大的部分 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玄学有点问题 就是假的玄学太多了 他实际上没有打开时空场 没有打开时空场 他在断理这些精英宵夜的法规的过程中 地狱的众生品没被释放出来 空间场中的那些冤鬼逆鬼兵 没被他勾招来 所以最后半个是假的 然后没有效果的话 这种代理是什么 蒙人的精英宵 坑蒙拐天中的蒙 别人以为这个道场很厉害 然后能够经历宵夜 所以说我拿了一点钱买了什么东西过来供了 然后求了败了 然后你没办成 没办成结果导致什么问题了 拿人钱财替人消费 所以现在很多道场的师父都回去是大力 到中晚的那种 为什么 他把人家的那个冤情阵子都买到自己的庙里面去住了 然后一到晚年就抱他 然后身体落入生命 然后大家要知道 玄学不玄 你要去学真功夫 要找名师 找那个日月明的名 名师去求道 这个名师是什么 名字是他明白 他自己做过 他会做 然后他修炼也是这样练出来的 他做四 他也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办了一些法会 有一些人来参加 他有玄关地 他看到学生们身中 还有地底下起来很多的那些黑点点 然后他还带着一个小尾巴会飘 然后明显他就很奇怪 老师梦地下看 我说你看地下 他说老师空调在上面 为什么空调从底下吹上来 我说不是刚才开地狱门 开了地狱门 当然它底下冷 当然是要底下冷 不是空调 就是地板 哪有空调 空调在里面 但是有玄关地的 一层一层的往上跑 结果都是寻求超度的 精英消灭是要真感 要能够做成 所以我们现在 虽然你们是基础的 今天学习 但是随着你们的修学水平高 在三天级的时候要上师子班 也就是你们要帮众生消业债 你不但要消自己的业债 在基础功课中 老师带着你们 帮着你们消业债 把你们的这些可能造成病 或者事业不顺利的那些障碍的 冤心债主清早 目的是让你们快速地成就 快速地完整 快速地成就 等你成就到一个时候 你要什么 普渡重生 什么是普渡重生 你必须有法律 你说我念佛 念佛 为你能够普渡 为什么 你自己都不信 对不对 你念你这个 有没有 就是想念 对不对 你都不信 怎么可能成功 你告诉我 对不对 你那边没有信力 你怎么可能打开那个施工厂 你怎么可以请佛相应 你怎么可以请众生一起来 参与这样的一个阴阳大会 所以并不可能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股星象山 五大树中的秘密 都是放入你的基因里面的密码 这些床边 使它放高 所以这个刚才讲的是什么 我们叫玄一也好 叫道一也好 它是一种基础 这是我们的玄学五大树中的一种 人可以懂的 因是人不可以懂的 它是属于一种隐态状态 我们把它分成影响两态的 所以是以前一个高级的命理师 命理师他必须是什么 阴阳写真 阴阳写真 就是说他能够通全关 然后去另一个世界 完成你不能做的事情 那么玄一换句话说 一个人生病 特别是疑难病症 实际上都很简单 都是跟你历史上的因果有关系 这一生因果成熟在你的身上 所以是前不久有一个朋友来找我帮忙 就是希望帮一下他的家人 因为他的一个朋友得了血癌 那么他说了以后 我掉信息的时候看到很多动物的血在里面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 他是他的前妻 我说你前妻的动物是做什么行业的 他说是杀猪的 然后我说 他说他马上就说不单他父母 父亲是杀猪的 他的外公外婆也是杀猪的 因为他说他杀猪是传统的 就是先查先卖的 就是当堂宰了以后没有血 然后够干凌 然后先卖的那种 所以到这个女孩子的经验 才三十多岁的血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换 就是我们的经验 我的经验 我接这种悬疑一按 不上不下上千里 通通都是跟因果祖上的 叫负债资管有关系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负债资管 就是你爷爷 爸爸 甚至是外公 还有你母亲这一代人的一些业债 他们没还完的时候 跑到你身上来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你前生且死 因为你除了你从父母 接的基因是遗传来的 你在你的记忆库中 还有前生记忆库 就是你生生世世 做的一些东西的因果 也会被你带到这一身来 通过你这个肉身 来展现它的因果关系 所以是这种 那么你要做一 我们所说的一股形象 山 就是这个一必须 叫做道一玄一 你必须通音阳 也就是在另一个空间 你可以帮助这个人 进行清音效应 化解 所以你要重当和斯郎 比方说是他要许他的命 那你做了师父的 你就要跟他商量 那你能不能给他叶兽 所以要自阴阳兵 那进行调解 化解因果 那老师 因果怎么可以化解呢 因果不灭呢 如果因果不灭 不能化解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成圣子 没有人成先知 没有人成佛福山 为什么 因为他来到人世间都是人呢 他是人 他怎么可以不化因果 不了因了果 他怎么能够成圣呢 他一定是他来了 把他的因果都了了 缘都了了 他才成就的嘛 那因果是 你不去化解它 它永远的 不会自动消失 但是你化解它 可以消 可以转化 把一些乐缘 可以转成善缘 所以这个 为什么在佛门中 阿罗汉跟菩萨 它是两个等 因为阿罗汉 他通过修炼 他自己成就 但是他不足足 但是菩萨不行 菩萨是修到一个增子以后 他不忍众生 受苦 所以是无缘大慈 同体 大悲 他看别人受苦 还不如我受苦 好了 你不要受了 他的病就是我的病 我来替他受 所以这种事情是真的 因为到你们那道一个层次 会在你们身上发现 是真的 所以我在我师父跟前 学道医的时候 那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那是病人身上有什么病 我就病了 我就病了 但是我病是真的疼 你看他有肝病 我的肝又真的疼 然后他有些肝病 我的心就啾啾的 真的不舒服 我说师父 我一定要跟你 那些东西 这是他为什么 他说你看别人的病都跑 我身上 我不是很快就交代他 师父说哪里那么容易 你就交代他 但是病人 不要通过你的身体走信号 你能疼一会儿 他就不疼很长时间 你要知道 关于普産所谓的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是真的 他那样的病 会在你身上反应 那你替他一会儿 他那样的就好处 我说这样 他说我病了咋办 师父说你病是你的因果 不是人家的 你自己有时间有因果 你会病啊 病人的因果保证你 只有做功德的份 不是不会感染到你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不要去害怕 到那个时期真的 你接受病人 病人大疼你会大疼 你并没有感情 为什么 你既然发了大怨故众生 这个同体大悲 他疼你应该疼 只要你疼他就减轻疼 所以是 只想悲业 不悲业 业不是可以悲的 他的因果要他自己聊的 你只是暂时减轻他的痛苦 同时他不忍众生受苦 那就刚才讲了你痛苦他就不痛苦 所以是这些都是大行止的 真正要做到的 你要知道在西藏也有这个案例 当时有一个藏民很生气的 在打他的藏犬 就是牧羊犬 嫌他这个人听话 打了嗷嗷叫 这个时候有一个僧人就在旁边经过 他就劝了这个藏民说 他也是生命 他有佛性 不要打他 那藏民看着他两眼 在气头上打管那个 生人 他就还是很命的打他 结果在打他 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出现了 狗不叫 狗不叫 他怎么打狗不叫 不还疼 然后他就很奇怪的看狗 就看了那个生人 那个生人就把自己的蚝子脱了 脱了以后 生蚝脱了以后 所有的鞭子都打在他的背上 但是那个僧人不是爬在狗身上 他就是这样站的 这种叫千分大能力的方法 就是把别人的痛苦可以转到自己身上 替他受 这是大菩萨行人做的 所以你看做悬一的 有因果 菩萨虽然知道这是众生的因果 但是去帮着众生清淫消灭 把那个因根源解掉 所以这就是菩萨 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在任严听中说 佛性 菩萨已经证悟了真空佛性 证悟真空佛性之后 他可以信一切则 信一切则 也就是佛性可以变化出所有所有的东西 但这里面包括两个方向 一个是把五辐变成一种有 一种是把有变成在什么 五辐 好